这一回大家都知道 美国国防部所外泄的这个密件 现在呢猛料一波接着一波 已经引发很多很多的讨论了 这一回有关于这个大陆 就是呢美国的这个华盛顿邮报 特别引述了五角大厦的外泄密件 结果就发现说 中共在今年的2月份不得了了 又试射了东风27导弹 试射12分钟之内 飞行了2100公里 大家比较担心的是这个东风27导弹的部分 其中它具备了高音速的滑翔载具 好情报部门评估 这款武器目标 就是要针对关岛的美军基地 还有重要的军事设施 好到时候呢 就会突破美国目前的导弹防御系统 好美军还有可能是挡不住的 这个高音速滑翔载具发射的飞弹 速度达到音速的5倍之上 而且还可以在飞行当中修正弹道 所以就会威胁到关岛以西的 美军基地 好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专业的这个军事专家 他所做的分析 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 就有特别提到 东风27不得了 可以达到5500公里 这个射程已经超越了第二岛链 好另外 图防的时候可以达到10倍因素 到时候美国的爱国者等等的飞弹 反弹飞弹是打不到的 这个部分我首先想要请教的是 严教授你怎么样看 尤其是这一回在这个密件当中 大家才发现说 二月份原来中共有试射新型的 东风27高超音速导弹 我只能说第一个就是美国非常关心 大陆的各样的军事发展 大概都还在它的掌握当中 只是你掌握了你也没办法 就是说阻止它 但是你可以想办法 就是未来怎么样来对这样的一个 射程那么远的可以超越第二岛链子 这样的飞弹来做怎么样的回应 那现在看起来按照这个泄露 泄密的这个资料来讲 好像他们也是束手无策 所以只是说可能现在泄露出来之后 我相信对美国军方会有很大的压力 就是如果今天大陆有这样的一个武器 可以使用的时候 那美国到底它的回应是什么 你能不能够拦截到 那现在看起来他们一定会 要更加努力想办法 就是发展能够拦截这样的 高音速的这种飞弹 大概目前现在看起来是没办法做到 但我也不知道他们美国有 因为美国常常在压力之下 它的科技还是 就是特别国防科技 还是有很高的一个水准 所以它当你有压力的时候 它会要想发展 但是也有可能就在这个时候 它把这个消息露出来的时候 国防部又开始要更多的经费 就是这个就是说 你看对岸就是大陆这样子军备发展 所以这个搞不好 说我们也不知道 它露出来这个讯息 是不是为了自己要更多的预算 这也有可能的 好那我想问一下这个杨永明老师 就是说现在大家都觉得 东风27导弹 它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就是它可以超越第二岛链 那它的可怕之处到底在什么地方 我先讲 这个中程飞弹 美国其实这几年才开始在发展 为什么 因为它之前有跟 从苏联到俄罗斯 有一个就是这个中程飞弹的 线武的这个协议 但是前几年之前双方就各自把这个撤掉了 所以在中程飞弹 中程飞弹是什么呢 射成1000到3000的大概就叫中程 3000到大概是5000的叫做长程 5500以上的我们都把它叫周济了 但是这个并不是严格那么划分 比如说这个东风26它可以 这个射程到4000公里 也算是中程 然后呢东风21呢 大概是1700到3100 所以东风21叫关岛杀手 所以它可以打到关岛 所以大概是2000公里的这个 到2500公里 那是东风21 那东风17那最特别的咯 它就是有滑翔翼的 就是我们叫做hypersonic 也就是所谓的极音速 它的宣称可以到达10马赫 音速的两倍 那这个东风17是1500 就比较短一点 1500到2500 所以其实也接近第二岛链 但东风17比较是反舰 也就是针对这个军舰的 那东风17后来还发展成为 就是说飞机上发射的 轰6K这边发射的呢 我们就叫阴极17 老阴去攻击阴极17 所以阴极17跟东风17 是同样的版本 但是一个是陆上跟海上发射 一个是飞机上发射 那都是什么呢 都是极音速 那极音速的关键在哪里 极音速关键你拦不住 你根本看不到 你可能看不到 你看到的时候已经是 这个要跟上帝祷告了 祷告时间可能都不够 但是呢 现在这个东风27 它就是结合东风26和东风17 什么意思 射程远射得快 射程远它可以远到5000公里 我觉得这已经接近长 这基本上是长程的范围 那东风26跟这个东风27 显然了超过4000 基本上一定已经可以挂核子弹头 或者挂传统弹头 传统弹头大概可以都挂到1.5吨 这么高的这个量 也就是说 它打这个就是航空母舰 打这个岛屿 其实基本上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那它又打得快 那什么意思 你看不到 或者你看到的时候来不及 那这样子情况 当然已经你也打不到 你看到的时候你要去做反制 也打不到 美国在整个太平洋 没有太多的这种所谓反飞弹系统 因为反飞弹系统 其实有陆基跟海基 那陆基岛屿没多少嘛 对不对 那海基呢 海基就是在船舰上 那海基的船舰上 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要打 以及打哪里 海那么大 其实也是有限的 所以在整个太平洋 或者是西太平洋上说 你要做有效的反飞弹的防御 那根本不太可能 连那个日本不是前两天 韩国试射的东西 结果它马上那个J alert 就是告诉大家 怎么办 就先告诉民众 躲避 所以这个东风27 它的意思是怎么呢 打得远 还没有办法到 我是觉得大概 甚至可以接近到夏威夷了 大概这个距离 但是呢 如果不是核子弹头的话 那如果是 已经打得快 那这里整个意涵是什么意思 各位 在上一次的演习的时候 山东舰不是离台湾的东南海域吗 其实山东舰是在这些 整个飞弹网的 以及这个等于是保护之下 什么意思 也就是你要接近的时候 我飞弹可以第一时间打你 而且很快地打你 这个叫做区域巨址 也就是美国现在 你看一层一层的 最远的东风27 东风26 东风21 东风17 英籍17 以上 全部都是1500公里 到4000 4500公里范围之内 你要进入到台湾附近的海峡 任何的船舰 航空母舰 任何的船舰 进不来 你不敢进来 你进来就是砰砰砰 就整个你也不知道 它有多少枚 至少多几百枚以上 对不对 这就是整个在火箭军 中国大陆解放军 火箭军建军的时候呢 也就是以这样子的范围 去建构一个这种 区域巨址反介入的飞弹网络 它现在又加上这个东风 东风27最新加入的成员 打得远 打得快 难防守 好 杨教授刚好特别提到 其实这个东风27 打得远 打得快 而且在西方的军事网站上头 还有分析人士估计 其实东风27高超音速导弹 最大的射程 很可能是在 5500到8500公里之间 那我想问一下杨明哥 现在有人说 这个就是剑指 美国而来的 威胁关岛以西的美军基地 当然那个是理想值 除了理论值 但这一次它的 根据这个美国所泄露出来的资料 是飞了大概 射程是2100公里 飞了12分钟 也就是说 它这次它的速度 大概平均是在8.6马赫 那5马赫以上当然就是这个 高超音速的这个范畴 所以可是2000公里这个 是蛮令人觉得说 为什么如果今天它有一个飞跃 可以设5500到8000 那它为什么要试设 2100公里这样的一个概念 那我就想到去年 大家不知道去年还是前年 有我们台湾 有一些这个 你知道那个勇敢的台湾人 都说我们有云风飞带 我们的射程2000公里 可以从台北达到北京 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件事情 那会不会对岸 这样的一个2000公里的模拟测试 如果是以台湾的这个射程为范围的话 会不会就变成说是 某种程度他们在做一些所谓的 有针对性的演习的测试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们特别要谨慎的 那当然这个 这种高超音速的技术 在全球来讲 目前因为还没有 飞弹防御系统能够抵御 就它打得快 但你守不住 那这个的威胁 对台湾的整体安全的威胁 绝对是够的 那更何况这个 为什么美国要特别的去 针对用情报来去征收 这个东风27超高音速导弹的 这个相关情值 是因为它的神秘感很高 它的测试的 目前测试的数据很少 那美方你看 可是美方非常重视 中国大陆在研发东风27 或说在它测试的相关的一些情报 那对中国大陆来讲 关键是什么 关键在于 中国大陆可能会借由这一份的 这个外泄的密件来去研判说 这些情资到底是从哪里 被美方截取 我想这个才是这一次 不管美方是有意无意曝光 这样的一份密件 但是这个密件都 某种程度就提供了 被窃取情报的国家 一个很严重的警讯 他们就会 为了要很注意 因为中国大陆是很刻意的 在保护 它的相关这些测试的资讯 那如果今天你看 美国这个密件没有公告的话 我们全世界可能没有多少人知道 有这一次的飞弹尸射 有这样的测试 所以我会觉得 这一次给予台湾一个 很重要的讯息 就是这样的资讯曝光 对美国是有利的吗 我不认为 因为美国现在掌握这些情报 它无计可施 如果今天美军只能透过情报收集 去了解说你们现在的测试 进度到哪边 未来我们说这个什么 台湾有事的时候 美军要来护卫 要来捍卫 其实是一个很不牢靠的 一个靠山 这个其实是我 我觉得我们要特别谨慎 就是当然我相信 包括我们的国防部 一定也有相关的情资 针对这一块 只是我们没有外泄出去 这次是因为这个密件 被外泄出去了 那中国大陆未来会更谨慎的 在处理它相关的这个飞弹测试的一些议题 所以我会觉得这整件事情 我们看起来 如果今天东风27对岸研发成功 当然对台湾的安全威胁是非常大的 然后现阶段等于说 像爱国者这一类的 我们的部署的防空的防御系统 那是无用武之地 其实你知道两岸的军事部署 常常就是对岸都知道我们有什么 他们基本上都知道 那他要怎么样来破解 我们现有的防御机制 就他都可以不断地 透过技术的提升 那不断地来去针对 就是好比像这一次三东建 到了我们的东部海域 破解了我们过去所谓的 加山基地的这样的一个想象 所以我会觉得我们国防部也要在这一波里面 特别针对有攸关台湾情势安全的情报 去给予好好的去做一个整体的 如果我们的国防部早就掌握这些资讯的话 那我们要给个赞 对如果说是美国这次泄露 我们才知道哇那不得了 那我们的这个国内的信心 我们的这个可能会有非常大的风险 海皇XO干贝酱 这款干贝酱呢 里面真材实料 比方说它有这个严选的大干贝 那么另外呢在这个里面 你还可以吃得到这一颗一颗的这个鲍鱼 非常非常的新鲜而且肥美 欢迎大家可以利用我的CTI-798的代码 来上网代购